行政長官梁振英再推新招為樓市降溫 但市場未有過激反應 天水唯有居屋貨未推出 同區的嘉湖山莊有買家叫停看樓觀望後市 亦有買家原本計劃救入 則如沖康夷花園一個900呎單位 之後再放售逃離 但現時也暫停恰救 反而先沽出自住物業再再換樓 另一名牌屋苑沙田第一城 原本進取的業主在措施推出後 叫家略為轉弱 期望盡快出貨 地產代理指 治安心由租主賣 但仍要一段時間落成 所以青衣二手市場未有特別反應 有網民認為 政府增加樓宇供應是對正下約 樓市會軟著陸 但亦都有人會覺得 要幾年後才有幫助未必即時見效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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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